今天新增兩名的本土個案 指揮官陳時中親上火線宣布 布立桃園醫院群聚感染事件 再增兩例確診案例 分別是本國籍90多歲男性案881 與他的大女兒案882 而他們的感染源頭 就是先前確診的案852護理師 這兩位都是從852 852所演出來的照顧的病人881 然後在881裡面 在衍生是881的一個大女兒 所以是882 案881是案852 於本月11到14號期間 照護的其中一名病患 雖然過去曾經採檢結果為陰性 但後續因為其他病症就醫 卻檢查出發燒等相關症狀 再次採檢後確診 經過疫調 他的三名同住家人中 僅一位案882確診 但是我們還要強調檢查陰性 檢查陰性只是第一波的相關的排除 並沒有辦法排除 他是一個非感染者 所以檢查陰性者仍然要提高警覺 拿出個案關聯圖 陳時中表示 目前布桃群聚感染事件 框鏈出的第一波相關接觸者 都已檢驗完畢 累計有11人確診 而為了避免疫情再擴散 指揮中心也宣布啟動布桃專案 僅提供複診病人看診服務 包括院門急診都不再收治新病患 而在1月6號到19號出院的病人 指揮中心將在健保卡上 註記為自主健康管理的專案對象 原始新聞及我選賣布拉瑞養台北市裁判